我在台灣也會覺得 其實台灣的女生非常非常的前衛 非常不傳統耶 因為我覺得很有很有自己的想法 我跟你講我認識很多很年輕的女生 大概我差不多這個年紀 二十...就二十八、二十九 或者更年輕的 她們已經大部分的很多 或者她們就是跑到很多國家 還有當背包客 真的很厲害 這個五十、六十年前怎麼可能 在台灣但自己跑到國外 一個人喔 一個人背包客六十年前 不可能 她就是在家 可是現在非常多女生 很喜歡學外文 就是對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開放 我有一個朋友 女生喔 她的爸爸媽媽很傳統 她們還想要介紹男生給她 她其實不想結婚 但是為了給他們面子 她還是願意認識這些男生 要認識了就算了嘛 然後她也是一直都跑到國外 她拿到很多戶外 活動的那種徵兆 還有攀岩 她都有一些美國的徵兆 她可以教 很厲害 那當然她在台灣 就覺得常常有壓力 因為她覺得跟其他的女生差太多 可是... 可是我覺得有越來越多 她有說有越來越多女生 跟她一樣 就是想要真的獨立起來 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都不要管太多上面要什麼 意大利女生 她們其實穿著都很辣 很性感 但是她們的思想是很保守的 很傳統的 像我有個意大利的朋友 她老婆就是已經是媽媽了 有小孩 那小孩已經就是要上小學了 那媽媽就是身材很好 她也以自己的身材覺得很驕傲 所以她穿著就是都是比較辣的那種 弟兄就是可以看到乳溝這樣子 然後就是裙子是比較... 看到肚臍 沒有 裙子看到肚臍是怎樣 看到肚臍 開開 喔 開開 但是... 但是腿是就是看得到 就是穿得比較賴一點 但是呢 她就是還是會很照顧她的小孩 然後就是很長的時間都是待在家裡 就是希望小孩把功課會做到很好啊 然後就是做菜也做給全家人吃 就很認真 而且每個禮拜天還去往米薩 所以其實不要只看外表 她們其實很多女生的思想是很傳統的 那她就是一個完美的女生啊 她穿得那麼辣 她就露那個... 你的食字我不會講 反正大家都知道 那些東西都還同時可以照顧小孩 可以照顧家庭 這個不算是夢中裡面的女生 所以你希望你老婆開始看... 穿一些可以露不夠的 我希望的 我認真希望她可以看這一集 然後學一下這一張 所以你是OK 你老婆穿非常辣那種 你是可以... 可以露肚臍也開開啊 那個OK啊 露肚臍也開開啊 你到底知不知道什麼是開開 沒有,我聽你講啊 我聽的都相信你啊 OK,就是一個很保守的穿著 所以你就是在亂交別人 好... 不過說實在 我也覺得最傳統的 雖然看起來不是的女生就是意大利的 對 意大利的女生,對,真的 可是意大利的女生好像真的都穿得很... 是穿得很辣 可是我覺得他們每一個人至少也都會做菜 然後就是都還是有傳統的一面 對啊,而且還有一個點啊 我有發現啊 這幾年我每次回意大利 我有發現我所有的朋友 從十五歲那個時候跟他們出去 到現在我們都三十歲 他們的生活 他們所有的東西完全沒有變 就是沒有任何一個發展 什麼都是一樣 跟他們的媽媽過得一模一樣 我那部分的朋友 從來沒有離開過我的城市 一直都在那裡 一直在同一個BAR工作 然後像台灣有非常非常多女生開部落客 就是看什麼東西流行 台灣的女生BAR很快 當年就把它做得到很成功 很厲害啊,直播啊,這些東西 我們意大利 你意大利的開部落客的人 你可以在兩隻手,你可以數完 可是意大利的人口是台灣的兩輩啊 我們就是不會 我們一直都 一直都做一樣的東西 近一百年 對 所以現在意大利不流行直播就對了 意大利沒有直播 對啊,沒有人直播 對 其實我有一個朋友 他也是這樣遇過一模一樣的問題 就是他有一個女生 然後這個女生過了一段時間不喜歡她 想要分手 可是我們都是一群朋友 然後她不想要公開講 她會覺得她比較自大 所以她想要自由 所以她自己先來嘛 那她就跟其中的一個人在那個夜店 稍微那個結吻 那結果她以為這樣夠了 可是她的男朋友很愛她 所以她說 沒關係,那天有點醉 算了吧 因為在意大利我們可以稍微接受 因為很多大家都會劈腿 所以我們可以比較接受這種東西 所以意大利的人都會劈腿 我認識的意大利人大部分都會 多少 在台灣人是一個意大利女生 就說我最近真的很不爽 我說什麼事 她就說 我男朋友很喜歡她 但是她劈腿了 我說那你要提醒自己 就是不是你的錯 是她的錯 因為她很辣 很多男生追她 我說真的真的 我了解劈腿的這件事情 但是我自己不能接受 對我來劈腿 我說什麼接受 她說 我每次不喜歡我的男朋友 我都會故意的劈腿 然後隔天就讓她發現 我跟誰上床 但是對我來說 這不可以做啊 所以她故意的 她說十多次 她有男朋友 她會故意的就是 我怕尷尬 我不要傷他的心 就是去去找 你說你去夜店 就是找一個男生 不要傷他的心 然後用劈腿在 然後用劈腿在 因為這樣把這人放在男身上 因為男生會主動說 那我們分手 好爛喔你們 對 但有時候這樣就不會中 因為男生習慣 女生會劈腿 意大利很壞 意大利就是這樣啊 意大利真的好壞耶 所以他們有一些人 真的非常誇張 所以我的那個 那個朋友的女朋友 她做了什麼 我覺得這個超丟臉 她們會做這一招 她就是跟那個 男朋友的弟弟搞了一個 因為他們去一個酒吧 然後那個女生 她假裝有一點點違罪 然後就是 開始那個黏她 然後那個弟弟也有一點 雅達眼睛比較小 又覺得那個女生很辣 她又無法控制自己 所以他們後來接 他們就後來有結吻 然後那個 她又覺得是哥哥的女朋友 是自己人 應該沒關係 我現在感覺有點火 但又有點羨慕 這是正確的嗎 蛤 就是如果是他們 跟少下一樣 雙包臺的話 就是他會說 就是我就可以 他一模一樣啊 就是沒關係 那這個是非常特殊狀況 是 但是一般的會知道 不是那個男... 不是他的男朋友 對... 處理的方式好特別 我們都盡量不會 就是讓女生覺得 那你都怎麼處理 不是 我的意思說 我們是不會就是 特別要去強調說 自己會劈腿之類的這種 其實這一集不好接啦 對 這個很不好接 我閉嘴喔 他想要離開他的女朋友 可是他也比較... 他是比較害怕的那種男生 他不敢直接說 因為那個女... 義大利的女生 都是個性很強 所以他怕 他是這樣看的女生 要說他很大這樣子 然後他想說 如果我搞遠距離的話 那個女朋友應該會受不了 所以他可能會主動慢慢離開我 那剛好他真的有找到一份工作 所以他離我們的城市 開車大概一個小時 所以超近的 很近的 可是夠遠來搬家 所以他跟他女朋友說 寶貝我... 我找到... 這是我這一輩子的最好的一個機會 我找到一份工作在美國 所以我必須要... 我必須要去了 然後他說 好啊好啊 那我們保持聯絡 然後他說 好我們盡量保持聯絡 可是我也不知道 我們試試看吧 試試看吧 然後他就搬到那個 離我們城市一小時而已 然後他前面兩個月 他在FB發言 他都用他爛的英文... 英文發言 然後假裝他自己在美國 好爛喔 然後我們的朋友們笑 但你寫英文幹嘛 然後他就私訊我們說 我在騙你 我真的覺得你保護... 拜託你不要跟他講 好爛喔 這種... 你為什麼都認識這種人啊 就是台灣的女生 他們... 他們非常非常會忍耐 我認識的台灣女生 都非常會等 然後他會等到那個男朋友 已經被悶死了 像我之前跟一個女朋友住 我們一開始都是很高興 然後我們有很多一起會做的事情 我們晚上會做那個... 會看電影 然後... 然後我們就是會... 就是他會做飯給我吃啊 但是慢慢來... 後來他慢慢變成說 他越來越不想要晚上跟我做... 跟我看電影 他也... 他也... 突然... 他也... 你... 你是不是差點講出實話 對 他好像好笑 沒有沒有 他說坐著看電影 坐著看電影 我沒有背好 躺著看也很好 很舒服 沒有... 我背得不好 然後... 然後... 他也突然沒有在做那個飯給我 我之前最愛他做給我的那個香蕉蛋糕 還有一個小小的烤箱 超級好吃 突然沒了 可是都沒在做了 結果呢 這樣他開始跟他的朋友出去 然後我突然... 他突然沒有邀請我了 所以就是我越來越都... 就是... 做自己 而且我是一個愛早睡早起的人 但他之前都是准重這件事情 後來他媽媽開始晚上 他在房間卸妝 然後放很大聲的音樂 然後開著燈 所以... 所以我在那裡就是睡不久 而且他在做那個乳液 差大概一半個小時四十分鐘 那個腿沒腿啊 也很漂亮沒有做啊 可是都是晚上十二點後來吐四十分鐘 然後... 所以我就開始受不了 好幾...好幾個月之後 我就跟他說 我...我真的無法 我受不了 我要...我們分手 他馬...他馬上...我還沒說完 他馬上說好 他本來已經好幾個月 六個月以上 他已經想要分手 但是他都沒有說 他都等到我自己主動跟他說分手 你是不想當壞人系列的啦 我... 手機真的是... 就是大家帶陰式的東西 真的不可以去看 因為現在我們大家都用手機 去工作 跟一大堆東西 我之前的前女友天蠍座 他也是跟夢多一樣沒有安全感 他會覺得我會做什麼 是壞事的嘛 因為他之前跟夢多一樣會玩得... 好了 好好想妳的褲子就好 重點是他一直... 就是愛看我的手機 我裡面有什麼... 什麼都有 有朋友的訊息還有工作的 那...因為我的那個... 我的...我的記憶有問題 我會等到我要回答那個工作的事情 我再讀 不然如果我讀了就不會... 可是...我那個女朋友 她就是一直看 你點開了那個手機的時候 我根本就不會...不會知道 因為我會忘記了 那個我有沒有看 所以我就不會再看了 然後結果有... 我就是失去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個案 有一個非常好的翻譯的個案 是那個幾萬的 我沒有看啊 那我就兩天沒有回答就找別人 對啊 所以我覺得那個手機真的就是要準重 因為我也沒有設定任何密碼 因為我覺得一個基本的準重 就是你不會看我的手機 如果你的手機都沒有鬼的話 你為什麼會怕女生看啊 對啊 沒鬼就不用怕 也不是只有女生啦 這不是限定來的 對 我們義大利人真的對自己的東西 非常非常非常的敏感 連那個... 汽車的飾物櫃 手套箱那些 這個也不行 這前面那一個女生 完全... 完全不行 完全不行 我覺得我們就是這樣長大的 我就是... 我小時候我就知道 我爸爸有他的車 我媽媽有他的車 我爸爸的車就是他的 我媽媽的就是他的 他們不會互相... 第一完全不可能會互相開另外一個的 他一個人真的開一個 我跟我女朋友開車 他可能我跟他在一起兩年 我開車他一次也沒有開過我的車 那我也不會讓他...不可能 真的嗎 他也不會去找那個... 車裡面的東西 那如果你聽到裡面有... 那是炸彈 不會有人放那個啦 要不然就... 那我... 是不是有炸彈可以幫我 那他會問我要不要檢查 有炸彈 但是他不會主動檢查 對 那個沒有禮貌 我之前有一個女生 他需要衛生紙 那在台灣 他需要衛生紙 他會不會直接去查 然後留衛生紙啊 可是他沒有啊 他就是問我 車子裡面有沒有衛生紙 那我剛好那個時候 我記憶不是很好 我就跟他說 我不知道 你開一下我看 然後我就邊開一邊看 那個裡面 因為我不想要他看 但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一個... 從小培養的一個習慣 就是不想要他看到了 就是說裡面其實也沒什麼 但是你們就不喜歡他 對 就是不想要被看到 我覺得台灣的零食的一個點 就是你可以吃到一些很健康的零食 像剛剛就是肚立給的那個就餅乾 也好吃甜 沒有問題 但是就是很不健康 可是我覺得台灣會推 像那個牛肉乾 太好吃了 我覺得超愛吃牛肉乾 因為我覺得你吃零食的時候 你吃一個牛肉乾的話 你有吃到一些蛋白質啊 然後有一些... 你會覺得你在吃的時候 有一些營養存在的 所以不是只是就是餓了 然後吃 然後肚子飽而已 我問一個問題 你會覺得... 牛肉乾是只有台灣有沒錯嗎 沒有 其他國家的牛肉乾 好像在咬下皮筋 美國是牛肉乾 對 對 對 可是他那個好硬啊 台灣的是比較濕潤的 那有牛肉乾 美國的真的比較好吃 你正在講是沒有錯耶 沒有啦 哪有 哪有 沒有 應該是美國最好吃的 你看 美國那根本就是塑膠片的耶 對 而且是香料 不是 比歐你有吃過 他手上那種嗎 是台灣的嗎 我是比較喜歡美國的 台灣的 因為我覺得台灣是比較油 就是美國真的是乾的 你吃起來就是比較有口感 你知道我在美國 唯一會買那個是因為 我要開長途 要去Vegas 對 大概是這個概念啦 對 泡芙類的在我們西方非常多 在義大利也超愛吃泡芙 所以我們來台灣吃這個差那麼多 或者是吃不太習慣 因為我覺得那個就是小小的 脆脆的 乾乾的 然後裡面 裡面的那個 裡面的那個巧克力其實很少 我們義大利做的那個泡芙 如果這個是一個一口水餃 我們那個泡芙是一個包子 就做大的 沒有 我們有時候巧克力食就是要 他們誤會了 這個不是真的那種泡芙 對 這是小零食 如果要吃要舔那個盒子裡面的 他說會露露出來一點點 都要用挖的 對 對 我也這麼覺得 因為我們韓國也有一模一樣的 怎麼會找這些人來 好像你們複製我們的 什麼東西啊 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你看這裡 一般是空的 一般都是巧克力 可是我們韓國的話 外面的皮比較薄 比較軟 對 所以入口即化 而且裡面的巧克力比較多 我覺得我們好吃 是因為它的皮夠脆的 對 越軟的到外面大的都有 它有一點酥酥的 對 所以酥酥脆脆比較多 它有咬到空心的味道很好吃 為什麼你說沒有入口即化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這個沒有很好吃 老實說 因為就是你看它 我就不知道 你就是吃完 你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失望 但是不會難吃 但是不會特別難吃 馬丁也不喜歡 沒有 所以好吃 可是沒有到 哇 因為我就是覺得它就是 它太 就是 因為你發現它就是不見了 然後就是有一點 就是好像味道太少 所以你再找一種零食 放了之後三天它還在 等一下你就知道 沒有啦 真的不一樣啊 喔 我在台灣有些零食 有時候有一種過氣的感覺 蛤 不是 這是真的 這個甜的甜點呢 其實沒有到很甜 是鹹 可是沒有很鹹 你看 為什麼我講的時候 你們都不覺得我講的是實話 怕講的你們都沒有話 沒有 沒有 聽一聽覺得還滿有道理的 還滿有道理的 他就是美食家 你就是吃粥吧 對啊 確實啊 比歐說的有道理 比歐說什麼都對 對 我們義大利呢 我覺得最缺什麼 就是我們缺這些零食 那我第一次來台灣 我之前很喜歡喝啤酒嘛 那我所以覺得 哇 我在義大利 我每次喝啤酒 我都不知道可以賠什麼吃的 然後就有朋友 就給我看這些 新人小魚乾 那我一開始覺得 這個魚 看起來就乖乖的 可是那個新人看起來很漂亮 然後就吃了一口 那我覺得OK 哇 謝謝杜莉 他們不喜歡喔 因為前面這兩位不吃海鮮 第一排的同學都不喜歡嗎 OK 可是馬丁你那麼愛喝酒 杜莉你那麼愛喝酒 你們都不會配這個吃嗎 你怎麼會吃這個東西 你就是哪一個 然後看到那個魚的眼睛 那你看著他 誰叫你跟他生情對望 你看著他 他也看著你哪 你就把他吃掉 誰叫你跟他生情對望了 人家是叫你吃 有人叫你跟他自拍啊 不然我要跟他喇雞嗎 不用 還是直接吃雞腦呢 他現在有麻辣口味的都超好吃的耶 對啊 日本人很喜歡喝啤酒吧 所以我覺得日本人一定會喜歡 是因為非常適合配啤酒 喔 真的 因為日本人有很多酒精中毒吧 所以一定會喜歡 酒精中毒 怎麼會聊到這個 我知道 啤酒 我們蘆筍 蘆筍就是 就是一個菜嘛 我們全世界都吃鹹的 就是煮跟鹽巴在一起 做完這次切切切切切 日本人可能麻油膩啊 或者培肉 為什麼要把它當成一個甜的飲料呢 我也覺得超不喜歡這個 真的嗎 這個口味 你可以加一點奶油啊 我懂你啊 你知道嗎 這個口味好像我爺爺房間的口味 爺爺房間的味道 爺爺房間 你有去舔過爺爺房間嗎 就是 進去爺爺房間的那個 聞的那個味道嗎 這個跟你不一樣耶 我剛剛其實是 馬琳咖啡啊 沒有 我剛剛是要先喝一口 然後但是我還沒有喝到 味道先到鼻子裡面 我就哇塞 然後就 好啦 喝一口 然後就等 那麼難喝嗎 可是我覺得 這是因為我們從小喝 所以會很喜歡這個味道 細菁耶 細菁 怎麼 杜利怎麼呢 我是唯一外國人 可以接受這個東西 我覺得 真的啊 你該不會是因為 他瓶子上那個美女吧 沒有 因為我真的有喝過 但是我覺得 因為他們可能不喜歡的原因 因為他現在不夠冰 但是如果你吃火鍋 或是吃什麼 然後就是有一個很冰很冰很冰 那酸梅汁也一樣啊 很冰很冰的時候很好喝啊 沒有 那個不管怎麼樣 就是那麼難吃 沙士加鹽也是啊 很冰很冰的時候很好喝 沒有沒有 但是這個鹿筍還可以我覺得 我自己很喜歡吃鹿筍 可是你們不知道 你吃鹿筍之後 你去廁所 鳥味都是有哪個鹿筍的鳥味的 有嗎 有嗎 你們有沒有發現嗎 你下次釀完叫我們一下 沒有 我跟你們講 你們吃鹿筍 所以你們去廁所 鳥鳥會有鹿筍的味道 是嗎 然後我跟這個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不敢喝 巴西人這樣 你跟他當朋友 他就有點慘了 因為他們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友善 然後他們都 把你真的當兄弟 所以他可能會對你付出 可能如果是非他 沒有 可是他一定會要求你 對他付出 像我有一個樂手的朋友 就是吉他神非常強 因為他知道我在台灣很多很多年 所以我累積了很多效果器 很多設備 那有一個表演 他很喜歡我的一個 我買過的東西 他問我可不可以幫他戴 那我跟他說當然 我當然幫你戴 那麼小的 我放在背包裡面 他說謝謝 謝謝朋友 然後他後來跟我說 那既然你可以戴效果器 你有一把吉他 那個超適合這個表演 你可不可以一起戴 然後我在想 不 我說不要 就在想 我是騎摩托車 我戴兩把吉他 我沒有辦法 但是因為他們就是那麼友善 他就是很大的那個微笑的 跟我說一順便幫我戴吧 那我就 謝謝他 你剛剛那個很好看到 嘴巴有髒了嗎 開定格 幫我戴吧 不過我就很難拒絕啊 別人說我錯了計程車 然後我就OK 錯計程車到了 然後錯計程車回來 反正我花了800塊的計程車 他說為了幫你戴這把吉他 好 然後就花了錢 那我後來我就跟他說了 我覺得OK 可是我跟你說 我花很多錢 為了幫你戴這把吉他 他說 喔 對不起 那我下次我順便把吉他 帶回家就好啦 把你的吉他帶去 直接帶他回家 直接帶他回家 我把他還給我 你不用再花800塊的意思嘛 對不對 那我不用請就直接回家 這根本就是買空賣空了吧 是 炸片劇 對啊 真的有一些國家 反正他的文化上面 就是非常非常的硬 所以你要跟他 就是要順便他 他真的完全不理 像我之前跟瑞士 有做一些生意 他們需要跟瑞士買一些 小小的馬達 要組裝才一個機器 然後我的那個義大利的老闆 他想我就是幫他買 所以我第一次買了一個非常標準的 所以買了 非常棒 就是提早到了 完美 然後我老闆喜歡 他又買多一點 我第二次下單 我老闆就開始順便問 但你說你跟他說 那個第二個馬達 我要那個特殊的顏色 幹嘛幫他改 幫他改一下 然後他就是當天馬上 15分鐘就是回到他們的電郵 不行 不可以 好 那 好,那我就是OK 跟老闆就說 好,那沒關係 那不然你叫他 多送一些小小的裸司 因為我們那個也需要 然後我就說 那客戶,親愛的客戶 可不可以都送一些螺絲 不行 他就是固定那一套 他就都不要 後來就老闆覺得 這些瑞士人 真的是跟我們想像的 就是一樣討厭 好 那就 那就不如 我就是付錢給他 好,那那個顏色多少錢 多加一點錢 可不可以乾顏色嗎 那個螺絲我多加一點錢 可不可以顏色 然後他們就是回答 馬上15分鐘來那個電郵 回答不行 瑞士人是不是很不知變通 都是,為什麼 比較直吧 但是我們義大利人 一個重點是我們都是 非常非常會接受 所有的好禮 我們都不會 我們是非常 臉皮非常的厚 你要給我什麼我都好 那我需要我就會 你找到你三弟了 原來我們是一家親啊 對 那我需要什麼 我會非常的主動問你 我之前有一個朋友 義大利的朋友來台灣 我們跟一些台灣的朋友 一起去吃那個熱炒 然後我跟那些台灣的朋友 是OK的 但是沒有那種到兄弟的level 然後我的朋友跟我很好 那我們就吃飯 然後那些台灣的朋友 他們就是做台灣的那個禮貌 問他什麼時候要回義大利 因為他們已經受不了了嘛 沒有啦 那時候問他什麼時候回義大利 然後他就說 下個禮拜 然後其中一個台灣人說 那我開車我載你去機場啊 那通常一個台灣人 如果他聽了的話說 不用了不用了對不對 但是我義大利朋友很傳統 他跟我說 謝謝你 那我可以加你的FB嗎 就是直接跟他要那個聯絡方式 那我覺得這個 因為我們義大利人 如果有人真的問你 就是這種事情他會很忙 可是他還是 他還是是真心的 如果他是問你 可是他 他是問你為了得到一個NO 他不會問 他真的是真心的想要幫你 那他就 我們那個 我都沒有擋住 因為我想要檢查一下 那個台灣人會不會真的載他 然後一個禮拜後 他真的載他 去機場 你也只是厚著臉皮在他 對啊 你自己講出來吧 真的 會不會有時候台灣人 其實講這個只是課 課課 對啊 禮貌 可是那個義大利 義大利覺得 也OK 我之前很喜歡一個 一個美國的女生 然後我就是常常在義大利 我就開車 就是很想要 就是載他 去一些地方 就是我很想要跟他交往 說實在 那我就是常常約他 然後他每次都是很簡單的NO 他什麼都NO NO 那我義大利人就是死不放棄 所以我還是問很多次 反正一直NO 好 那算了 就是有一天 我連連我都放棄了 結果呢 過了一個禮拜 他自己問我 他自己問我 今天可不可以上你的車 然後我說 好 好 Let's go 我們就上車 然後我們就 就開始開 旁邊開 好 後來他開始滑手機 就跟我說 我的朋友有約我 我的朋友約我 去吃一個餐廳在海邊 好 可不可以去 然後我在想 在海邊跟你的朋友 好啊 那我們就開車去啊 開半個小時以上 到了 到了 他就 你是在回味什麼 就是 太田最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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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到了 到了就 到了就 開門 跟我說 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謝你 然後明天在學校見 是你自己心存歹念 對啊 怎麼講的 他的錯意啊 那個人做得很得體啊 怎麼了 他是跟他男朋友約會是嗎 我不知道啊 然後你送他去跟他男朋友約會 我沒有送他 我是從哪裡 他就是開門下去關門啊 我根本就沒有去那個餐廳啊 我就說 開車回家啊 餐廳裡面我覺得是他男朋友在等他 有可能 對啊 你為什麼要講得這麼的現實呢 不怕他還醒不過來啊 我是 那女人真的也是很誇張 因為我之前有人是一個 義大利的女生 那她就是跟我很好 然後她就說 Dully我要送你給你一個 那個 曲腳趾的一個東西 這個你會很需要 哎唷 而且你在外面騎摩托車什麼的 那時候我還騎摩托車 對 那時候我沒有再開車了 不要再提到這件事情好嗎 那我就是那時候 他說 你這些東西很需要啊 你出腳趾啊 你皮膚會變好啊 而且我跟你說 這個東西的價位很高 你就說 他說 他為什麼對我這麼好 我想說 好沒關係 然後我就收嘛 然後就收了這個東西 他說 那我問你 你不覺得我男朋友很帥嗎 我說 你男朋友還蠻帥啊 他說 他最近總文真的有進步 你要不要介紹一些那個 給我認識 搞不好 我之後有機會 可以去上你們的節目啊 你介紹他來 你就可以抽成啦 對啊 後來我真的有介紹 真的喔 但是他的總文不夠好 所以後來就沒有上到我們節目 所以這個是無所謂 這個其實不重要喔 最後我就是用了 重點是我用了那個 觸腳趾的東西 然後就發現我皮膚就變得很差 然後這裡有一粒一粒 然後連上都是一大堆東西 我想說 這個東西應該是不好 或是有可能是不適合我用 所以我最好把這些東西送給我 他用 他用 那他用 他用 神經兵 怪不得我們好久沒看到他經紀人了 這幾年我們這個難民的問題 非常非常的大 就是有很多很多人從非洲 那是坐那個小小的船上來 然後他們都沒有身分證 所以義大利人 所以義大利人就是很怕這些人 他們來啊 然後他們就是 還是搶到工作 我不知道他們怎麼可以搶到工作 他們就是搶到工作 他們沒有身分證 那你總不能看到所有膚色深一點 就叫他們去難民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非常恐怖的現象啊 對就是有很多他們就是很辛苦的來 然後有一些根本就不是 根本就不是他們 然後他們還是因為看膚色 就講 反正就是義大利最近有這個 這個現象 而且那個新聞也不幫忙 新聞也是 反對這些移民來 所以你們現在排外 是因為有一些特殊 特殊事件發生啊 對啊對啊 這幾年就是越來越 越來越嚴重 那媒體一直強調這個有多嚴重 一直報導 一直報導 要不然其實之前去義大利 都覺得他們還滿友善的啊 可是我自己去義大利的時候 我是有被警告過說要小心一點 就是 就是 所以當地的導遊就跟我們說 欸你們的荷包啊 還有沒有貴重物品要自己看好喔 不見就不見了喔 然後就說什麼 不見了就不見了是什麼意思 他說 如果你不見了 沒有人會幫你處理這樣 我說欸不能報警嗎 他就說之前有一個就是亞洲人 就是黃皮膚的亞洲人去義大利旅遊 然後他可能去精品店 他就買了一個精品的行李箱 然後他就把所有的家當就都放到那個 Rimova行李箱裡面去 所以所有東西都在Rimova的行李箱裡面 然後他是遊客嘛 他就把它放在那個遊覽車上面 他就去旅遊了 結果旅遊完回來之後 整個行李箱不見了欸 行李箱包括裡面所有東西都不見了 整箱暴走就對了 對 然後所以他就想說 這個太可怕了吧 這麼大體積的東西 都可以在光天花日之下不見 他說一定要報警 所以他就去那個警察局報警 結果啊 你知道那個警察局裡面還有其他的 就是去報案的人 可是是他們義大利人這樣 然後他們就在那邊 然後他就在那邊 義大利人報案的人 還是被哭說 發生什麼事情這樣 然後警察還是被安慰他 可是因為他是黃皮膚的人 他去報警 然後警察就只問說 怎麼了 你在哪裡東西不見了 然後也沒有做筆錄喔 然後就哈哈哈哈 就叫他走了 就變成要處理的意思欸 然後所以我們的導遊 就跟我們說你們自己小心一點 因為你們自己東西不見就不見了 警察不會幫他們 其實這跟黃皮膚人有關係嗎 還是其實他們對所有人都這樣 不知道 可是他們當地的那邊 那個派出所的人就是 當地的自己的義大利人 他們就好好在那邊 還在安慰 然後哭成這樣子 還在那邊安撫 義大利啊 的食物雖然很出名 可是他們的外來食物很少 對 對 而且我覺得他們很堅持 你們很堅持自己的飲食文化 好像覺得就是 全世界都只有義大利菜一樣 因為我去義大利玩的時候 我朋友帶我去他阿姨家 然後他阿姨煮義大利麵給我們吃 然後因為我們自己的習慣 就是因為有叉子 有湯匙 然後很自然 我就兩隻手起來用了 我湯匙一拿起來 這樣捲麵的時候 他阿姨就用義大利文請 他解釋給我聽說 吃他的義大利麵不可以用湯匙 只可以用叉子 不然你不尊重義大利麵 然後我就 蛤 這種事 我就趕快跟他道歉 對不起 你是跟他道歉 還是跟義大利麵道歉 跟他還有他道歉 跟他說不尊重義大利麵 對 然後我就覺得好奇怪 就是為什麼你們有這種堅持 而且我之前還就是 看到文章上面有寫說 你們義大利不知道哪裡 有一陣子是 禁止開國外餐廳的 還有這樣 有 有 我可以理解 因為其實義大利人 對自己的食物非常地驕傲 然後到現在義大利 對全世界有某一些認證 就是大家都認為義大利菜 所以他們就是要保持 他就是每一個義大利人 都要覺得他要保持這個 就是第一名 所以他不想要跟外面的混合 而且我們看很多 國際的聯盟的店 比如說我抹幾家賣咖啡的 而且用我們義大利文的名字 寫他們的咖啡 叫什麼 然後講那個咖啡的大小 然後就是跟義大利文是不一樣的 而且咖啡這個那個品質 不可以比較 可是價錢都好幾倍 然後才全世界都賣 我們的義大利菜外面都不賣 對 所以我們會覺得這個很不爽 所以我們就在國內都會排泄這些東西 這等於是他為了要保有他們自己 對 我就聽說那個星巴克最後一個 在...就是他們... 他所有國家都設點人 就只有在義大利是最後這幾年 才設了第一家星巴克的 對耶 我問我的朋友他們都說 都是外國人在去的 就是因為這是一些... 都是觀光客去的 因為你看我們義大利人 你去一個酒吧 一杯咖啡要30塊台幣 很貴 在星巴克要100多塊台幣 為什麼要喝湯 而且我們的比較好喝 義大利除了最近的這個難民的事情 在很久以前我們都是 比較不喜歡德國人 我們都會覺得他的品味一定有問題 我有一個...一個鄰居 他是在義大利大概16歲 來義大利他爸爸是德國人 所以他的姓是Miller 他是一個德國的姓 然後他名字他也是Alex Alex不確定是德國還是義大利 所以大家都把他講得就是德國人 可是他16歲來義大利 他要學煮飯 那他20幾歲畢業了 非常有才華 很厲害 可是他跟我說他亂去面試 他們看到他的名字覺得 這個人怎麼可能會煮飯 哇 那個我說就都不給他... 就是都不給他面試啊 就是直接不面試 後來他開始工作之後 他很認真幾個月 其他餐廳就知道他很厲害 就一些之前都不敢跟他講話的人 他們就是開始問他 要不要來我們的飯店 所以他們一開始都是不要 你知道那個瑞士人也會排擠義大利人 如果今天有法國人在現場 他會說瑞士人會排擠法國人 對 但是我們先講義大利的部分就好了啦 因為我們就是我知道 很多義大利人喜歡去瑞士打工 我們從米蘭那裡上去 每天有一萬個義大利人去瑞士打工 晚上回義大利住 哇 對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薪水喔 你在瑞士當酒店的薪水等於是說 你在...你在義大利當經理 那一個公司的經理 就多幾倍 所以就是很多義大利人覺得 我不要在義大利當經理累死 我要去瑞士賺他們的錢 然後他們就去瑞士 然後都不花錢工作下班回家 然後因為這個... 因為這件事情 瑞士人很討厭那些義大利人 你的回答對他們非常非常不好 等於你們去搶他們工作啦 對 而且台灣...義大利人在台灣也是這樣子 一直在台灣賺我們台灣人的錢啊 不花錢啊 把那些錢掏回去他們自己的國家 你現在好像帶個人情緒喔 是他只有搶你的工作啊 他怎麼會搶我的工作 我美國人耶 真的 沒有 不利...他賺台灣人的錢 可是他一毛錢都不花 那個紅酒都偷的 那個便當都偷的 對啊 而且你還回去買農場 對啊 我們今天不是在講別的話題嗎 OK 所以你覺得 瑞士人其實很會排擠你們 可以啊 在義大利面試哪些禁忌絕對不能賺呢 好 面試不能有手勢 可是你們一大利人講話就是 可能有多手勢 我們正在面試的時候呢 我們都要在家裡照鏡子 或是鏡子 照鏡子 然後練習不能有太多的手勢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有太多的手勢的話呢 這次老闆會覺得你 怎麼說呢 會陷得不太穩重 好 當然不是說你要變成一個殭屍一樣 但是至少也要避免 或是要講低你 不能一直講話就這樣 你知道嗎 那有一個辦法 有沒有發現我剛剛不動手 然後用眼睛 這可以 你可以直視老闆的眼睛 然後用眼神跟他溝通 他這個可以 你可以現在示範一段不要用手勢 心念感應 然後跟老闆溝通一下 自我介紹 哪一位老闆 甄莉姐是不是 都可以啊 甄莉姐OK啊 甄莉姐當過老闆啊 我非常喜歡在火鍋店工作 因為我覺得在台灣冬天很冷 所以我們在火鍋店裡面工作 會覺得很舒服 你看起來就很可怕 對啊 因為會殺人 你那個眼神 你看我好像不用你 我就會死掉 對啊 會被殺人 會在你的廚房磨刀有沒有 對啊 然後手不動 然後腳在那邊 沒有 沒有 但即使對你們來說應該還好啊 因為你們講話也沒有很多都是手勢 但是對我們來說是 真的很難 可是有時候有些手勢是比較活潑 對啊 對 樂趣嘛 對不對 但確實有時候也會讓人家覺得 好 滿輕挑 意大利跟台灣不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意大利 你要先知道你的薪水是多少 但是在面食的過程當中 你一定要鼓起勇氣跟老闆說 你值得更好的薪水 你知道你的優點在哪 然後一個一個你都要跟老闆分享 為什麼呢 因為通常他們會說的薪水是假的 他們故意會寫低一點 因為他們要看你這個員工對自己有沒有自信 那通常如果你 當然你不能說 可能就是一個月我要兩百萬台幣之類的 還是要就是有條有理的跟他講 那比如說他現在開給你是一個月兩萬的話 你會怎麼 你會怎麼跟他講 比如說通常他們開一千五 大概可能三萬塊 三萬多 然後你要四萬 然後你就跟他說 比如說小禎姐 我曾經的經驗是這樣 從這些經驗當中我學到什麼東西 然後我覺得今天我的優點是這樣 那我的優點也可以幫助貴公司得到哪一些 達到哪一些目標等等 那這麼多廢話 你講完了之後呢 你跟他說 所以我覺得其實我的薪水可以從四萬開始 他的 義大利在求職這個方面非常不要臉 為什麼呢 因為基本上不管你的學歷多好 沒有人在乎 義大利很多的這個畢業證書都是假的 都是違造 真的假的 真的 學校發展 有沒有聽說 有沒有聽說我們前幾天 義大利連政府還沒有 然後前幾天曾有我們新的部長被媒體報了說 他的畢業證書都是假的 是違造的 為什麼呢 這是真的 我們有亂講 因為沒有人在乎 義大利求職靠兩個字就是關係 那我們靠關係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需要有推薦你 推薦在台灣是很好的一件事 比如說我在申請大學工作的話 他們都需要至少三個推薦人 但是這個是正面的意思 意思是他們知道你有能力做這個工作 義大利不是 義大利的推薦是什麼意思呢 意思是他們已經在這個公司裡面 或是跟這個公司的老闆有很好的關係 是朋友 他們才可以把你拉進來 但是最不要臉的一件事 在義大利大家做的 雖然大辣辣的做 我被誰推薦進來 雖然我沒有資格在這裡 可是我還是在這裡 哈哈哈哈大家都這樣做 對 我舉個例子好了 我原本在義大利不是從事那個口譯工作嗎 但是其實一開始我最大的夢想就是翻譯書 為什麼呢 因為我就很喜歡從事文字工作嘛 好嗎 我們要開關橋 從2008年開始 每天寫十封信 第一次回我是在2013年 而且為什麼回我呢 因為他們受不了了 不要再寄來了 不要再寄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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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受你五年了 這也是一招喔 你知道在義大利有一個說法非常難聽 但是我還是得稍微教育一下觀眾朋友 我們這樣說 如果你要招到工作的話 要做兩件事 一個是 第二個是 什麼意思 你說這樣嗎 對 對 天啊 沒有 好看嗎 她示範 她示範得非常好 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是我們的家長自曉跟我們說 如果你長得很美很正 其實你可能很容易招不到工作 為什麼呢 因為老伴喜歡你 你們看這個 這個是前幾天在義大利的一個 真人公告 我把你們圈起來 你們看那個綠色的 我稍微翻譯給你們聽 綠色的字 對 上面是 我們叫一個 跟仙人一樣美 就是一個美女 一個正妹 然後呢 下面是 你從事之一份工作的時候 一定要穿得很性感 然後呢 一定要接受新的挑戰 你們解釋 什麼叫做接受新的挑戰 所以你解釋什麼叫接受新挑戰 而且要穿得很性感接受新挑戰 不管 我就是愛新挑戰 但是我跟你講 有很多心機很重的正妹 她們故意穿得很大去那個面試 因為她們知道這樣子 她們才有機會 因為想獲得多少 就要付出多少 那請問我們今天這三位穿 喔 還有小百合 我們哪一個會中啊 小百合 喔 性感欸 對 因為 哪裡 哪裡 沒有 我跟你講她應該是 你不要這樣 我太太太 如果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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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等一下 欸 長輩這樣不禮貌 還是 還是其實珍妮姐把裡面那一件 往上捲的話 唉唷 人家小百合也站起來了喔 對啊 小百合很吵啊 她們就很性感啊 就 對了嘛 那如果我進去然後咬著翅膀呢 她們可能會跟妳 她們就不知道 還是妳咬老天路的鴨蛇 沒有 沒有 我們剛剛講美女 男人的話呢 妳們有沒有發現我今天沒有穿靈帶 為什麼呢 因為穿靈帶太給爸了 她們覺得妳就是故意咬給她們看 妳穿得很正式 給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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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咬領帶 不要咬領帶 如果像小楊哥穿這樣呢 對 沒有 她們會跟你說 我們會再打電話通知你 大力 我之前好像看過一個是 對 你們會捏膽膽避邪是不是 其實我這件事 我有教過你們嘛 對不對 對 這件事我第一次看到的是 我爸爸做的 我們在開吃的時候 她不行 所以妳看到另外一個鈴車裡面 沒有棺材 可是我不知道這件事 我看到說她一直在那邊 我說 爸 妳是不是今天沒有洗澡 或怎樣 他說不是 剛剛 所以後來她解釋給我聽 我就從哪天開始 我知道這個避邪的方式 對 那爸爸怎麼看到這個 只捏自己的膽 沒有叫妳一起捏來避邪呢 對啊 因為不知道耶 爸爸這麼回事啊 我怎麼沒有叫過 而且這個捏久了 會陰囊水腫 不會 不會 你關心得好廣 久了以後啊 不會 誰叫妳捏那麼久啊 避道要注意 但我們這邊有那個 校女白情 你們會有這樣要 這個我覺得還蠻有趣的一點 因為我們義大利的南部 跟台灣一樣非常重視面子 所以基本上我們會 顧用或請專業的人員來哭 而且哭得越長越好 然後完了 那跟台灣有像 然後完了之後呢 就領她的通告費 她就回家 你們義大利人很假的啊 對啊 我們訓你們 你們不用嗎 不用啊 這個是看感覺了啦 對啊 因為有些人是除了說 好像這個 過世人如果沒哭 他會不會覺得我們 其實是沒有捨不得他 不夠裝重 不夠愛他 對 而且應該有一個重點 如果你真的很傷心 搞不好你會哭個過頭 那如果你哭個不夠多 他們會在那邊 那他就是專業的人員 所以他知道他哪裏的那個三層 像我們義大利的墓園 他長這樣子 我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 嗯 哇 漂亮喔 有點美耶 對 然後因為現在義大利其實有太多 太多的移民 所以我們的地快美了 那因為小禎姐也知道嗎 我們聖經裡面他們說 耶穌回回來什麼復活 對 如果你的屍體不見了 他要怎麼讓你復活呢 所以在義大利傳統的想法中 其實你不能把這個屍體活化掉 所以大部分我們都是土葬 就是賣葬這樣子 可是因為現在我們地 地真的快美了 所以很多人現在就選擇活化 對 那而且相當貴的 像例如說 這麼小的一塊地喔 而且是在地上 所以完全沒有蓋那一種 你知道嗎 就是marble的建築 什麼都沒有 就是放在地上這樣子 都要四千多 十六萬以上台幣 這樣子八十六萬 對 那你知道因為這件事其實曾經 那後面蓋成這樣的 那個要多少錢 那個肯定買不起 大概可能就是兩萬歐元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你知道因為這件事 真的常常很難過 我阿嬤曾經她過世之前 跟我爸爸媽媽說 她希望走了之後 跟我阿公一起就是賣賬 合葬 對 合葬 但是他們那個時候有類似一個家庭式的 家族 家族的 對 家族的 那裡面有四個位子 那阿嬤的媽媽跟爸爸 他們都已經賣在裡面了 然後阿嬤走了 所以第三個 剩下第四個 但是阿公還沒有走之前 我們娃娃每次到阿嬤的弟弟 親弟弟她先走了 娃娃 那個時候 因為這塊地不用買了 已經有了 所以那個親弟弟的家人 就來跟我們家人吵 要搶 這塊地 這是一個搶車位的概念 沒有 我跟你講 這個真的很可怕 因為一個人她走了 之前跟你說她希望怎麼樣 然後你沒有辦法 讓她的這個願望實現 真的很難過 我媽媽因為這件事 她都去找那個市長跟她吵 可是那個市長跟她說我們沒有辦法 因為她畢竟是她的親弟弟 有序言關係 她有優先權 這樣子 哈 義大利還有很多其他西方國家 我們都要穿黑色的這個規定 如果剛好家裡沒有黑色的 一定要穿深色 咖啡色或是灰色 對 那義大利我發現這邊 還沒有人戴墨鏡嘛 對不對 這個不算是一個規定 但是在義大利很多人都會這麼做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今天哭不出來 對 也不要給別人看 如果你哭得太慘 也不好 因為他們覺得其實不太好 有點失禮的感覺 所以你戴你的墨鏡 你要哭你就哭 你不要哭你就不要哭 但是 動不動還是要 拿出來你的手帕 假裝一下 假裝你在擦眼淚的感覺 然後稍微 這樣子 但是不要太誇張 不然他們覺得不好 因為那個 可能你的親戚或是 他沒有辦法走 他捨不得 所以不能哭太慘 你知道義大利有一個玩笑 很多義大利人說 華人永遠都不會死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在義大利 都不會看到任何一個華人的上林 他們一直問我 為什麼他們 義大利現在有這麼多移民嗎 為什麼他們都不會死 我說 因為在華人的文化裡 其實回到自己的家鄉 對 而且你們的衣室太豐富了 有些是在火畫送完之後 還有延續百日 對 還有延續什麼的 要到對年 對 所以變成說 如果辦得不夠妥當的話 搞不好他們的家裡 也會有 就是很麻煩 對 那我第一次笑到 是在嘉義的一個鄉下 所以是一個很小很小的一個小鎮裡面 大概我在 我去找朋友 他們是那種 露天什麼 他有透天出 對 那我在睡覺的時候 凌晨五點 我突然聽到很大很大的聲音 說一句就很吵的一個聲音 因為當時我從來沒有聽過 索娜這個樂器 索娜 可是在早上凌晨五點 我就嚇一跳 反正那麼是 我就說 是不是什麼特別的日子今天 所以我就把我的朋友吵醒 我問他 他說怎麼啦 我說這什麼什麼什麼聲音 我說是不是我幻覺 他說啊不是 但是隔壁的阿嬤她走了 我說隔壁的阿嬤走了 她去哪兒 因為我不懂嘛 就在你旁邊 對 反正就是她解釋給我聽 她當天早上要辦 她的那個火花嘛 那我跟她說 為什麼這麼早 在義大利 其實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我們有一些固定的時間 才可以辦這個東西 基本上是一天四次 就跟那個彌撒的時間一樣 就是早上中午下午跟晚上 我說為什麼五點這麼回事 他說 因為他們都會去找那個 算命老師 看一下那個最好的 對 我說喔 好吧 他說什麼機題的時程 是什麼陽氣 然後過了幾點之後 就是怕太陰什麼的 反正就很講究 很複雜 所以那個時候就說 喔 好吧 我就是彈然的接受精神 那義大利的話呢 我們這麼生錢呢 好 你 晚上不洗澡 這不好吧 義大利我們家裡 所有的費用 最貴的就是水費 貴到一個不行 你知道我 我跟你講一下 我們大概一個月的水費 就是 大概是兩千台幣一個月 但是有一次 我有一個台灣朋友 他到義大利 你們就希望嘛 晚上就是睡前都洗澡嘛 對不對 而且你們洗很久 對 這個他是男生 他洗大概半個小時 他洗完之後 我媽媽 我媽媽已經不開心 他不要讓他洗 我跟他說我媽媽不行 他們就洗完小時候 說好吧 那去吧 然後過了五分鐘 我就開始 我媽跟我們爸 他們坐在那邊就很緊張 很貴嘛 水費太貴 很貴 欸 你知道 他住我們家一個禮拜 我們當月的水費就是 八千塊 哇 才洗半個小時 八千 對 就是因為他洗澡 就是每天晚上半個小時 每個男孩子能洗多久 沒錯 他說晚上不洗澡 那白天洗會比較便宜嗎 對啊 我不懂耶 為什麼 會 而且你想我們早上洗個澡 我們都洗來很晚 我們快要遲到了 就想辦法 洗會很快 轉個澡 因為你回到家想說累了 洗個澡舒舒服服 慢慢的 對 好聰明喔 而且我們洗澡不是為了乾淨 我們洗澡是為了醒過來 我們洗澡不是為了乾淨 是為了醒過來 你為了醒過來 你就叫家人潑一桶水就好了 對啊 更省 對啊 義大利人很少 自己在買名牌 或是說很貴的西裝 我們在羅馬 在我的家鄉 現在有一個很棒的地方 每一個禮拜三 有一個市集 我給你們看喔 你們自己看了一個價格 就知道了 一歐跟兩歐 這個都是衣服的喔 當然這個不是名牌 但是誰管 但義大利的材質已經結構了 對啊 那一歐四十塊台幣 這是二手吧 沒有 沒有 裡面有一些是二手 然後有一些是手工的 它算不算跳蚤市場 這個不是 我等一下講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不是 這個是傳統詩集嘛 對 那在羅馬 有一個地方你們一定要去 叫做 波特賽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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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什麼地方 沒有它 波特賽門 波特賽門 這什麼地方呢 就像妳剛剛說的那個 要找詩茶 要找詩茶 哇 感覺很好玩 它是每一個禮拜天早餐 裡面除了衣服之外呢 其實你想到什麼 都可以找到什麼 真的 鐘錶啊 什麼照片的 一些相況啊 男女朋友啊 什麼都找得到 男女朋友 男女朋友都找得到 什麼意思 沒有啦 因為一直是妳在那邊 逛得很開心 妳遇到了 說不定妳們就拿到 同一個懷錶 哇塞 哇塞 兩個一起滴答滴答 滴答滴答 滴答 有可能遇到 好可惜結合 跳找市場 可以找到二手老婆啊 對不對 對啦 也對啦 也對啦 不過是真的 妳去義大利不是說要對她 尋寶嗎 不管妳要尋什麼樣的寶 妳去這個 真的假的 所以我們去都可以有驗譽囉 對 一定會了 真的假的 而且妳現在這麼美 這麼正一定會 真的 妳講話真的實在啦 對啊 那個我現在其實很多人 喜歡去義大利買東西嘛 大家都知道在米蘭 很有名 就是很多很多店 可是其實 比如說在威尼斯 大家都不會想到購物 可是威尼斯的店 跟米蘭的店有很多是一樣的 而且我們都知道 就是威尼斯是觀光客最多的地方 對 所以所有的店都在那裡擺 很多人都很漂亮的offer 就是可以拿很便宜的東西 很多特家的 我跟妳問妳一個事情喔 就是說像 比如說在美國的禁區裡面啊 美國的 Vegas的東西 或是好阿姨的東西 就會比美國其他地方便宜 在義大利會嗎 會有哪個地方的東西 會比較便宜 妳真的要問她嗎 妳真的要問我嗎 他是義大利的趙哥耶 是嗎 妳真的要問她時尚 黑手黨嗎 所以他是義大利的趙哥 對啊 我只知道自己做的紅酒 我只知道自己 沒有啦 就是有一些像比如說 yes 也就是在最好的優惠 都是在大城市 米蘭威尼斯羅馬 弗羅倫斯 觀光客多 弗羅倫斯超豪邁耶 那裡就是觀光客多 我們說因為大家都知道外國人喜歡 我們要去那裡搶很多很多貨 所以就是大城市 不要去小城市買 就是會 因為就是 沒有特價 就是找不到特價的東西 OK 最近我朋友他去法國 然後他想要買那個 D&G的 D&G的那個 那個皮蛋 這樣 皮蛋 嗯 特定的皮蛋在法國 那你會覺得OK 就是在法國的一個 外面的店啊 是法國人開的 你會覺得OK 應該是真的 然後它的價錢 其實 就是 像在一個店買的話 要差不多四千五百塊台幣 那在那個時候他買三千塊台幣 所以他覺得 差不多了 就是應該是這個價錢 我有賺到 結果呢 那個人喔 他 到來他變胖 可是那個 那個皮蛋很漂亮 他要繼續帶 所以他就去一個店 在意大利的店 教他們家常 你可以做這件事情嗎 就是整皮 就是可以 然後 那個他們的人 他們剪了的時候 因為他要先剪 他有發現 裡面 裡面 主要是紙 喔 蛤 只有最外面的那根皮才是真的皮 裡面的全部都是紙 蛤 對 然後一直都不知道 是假貨 還是真的貨也是這樣 都不知道 但我問呢 到底 那你就去買一條真的來剪剪看啊 當然不敢啊 當然不敢啊 但是我們 我們有問啊 所以大概這個底帶的價值是多少錢啊 他說差不多 不到八百塊台幣 哇 我有兩個很好的台灣女性朋友 我帶他們去意大利羅馬 多好 多浪漫的一個地方 對不對 我幫他們安排一個 一個非常精彩的一個旅程 結果 他們跟我說 唉呦 可是台灣我們早上都習慣吃早餐怎麼辦 那我想了一想說 好 我們意大利有一個東西叫做 Bastichiria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Bastichiria Bastichiria 對 就是 義式手工甜點店 就是 路邊都非常非常多 然後都很好吃 所以我想說他們應該會喜歡吧 萬萬沒想到 我就變成他們的受害者 因為呢 我們早上八點半就吃早餐嘛 我想說應該十五分鐘就可以解決 結果 他們九點半還在吃 吃完了 就像一邊在那邊喝咖啡啊 就假裝自己是貴婦的感覺 好 沒關係 我讓你們吃早餐 他們吃完了之後 跟我說 唉呦 拜託 這個地方實在太美了 太值得拍照 所以我想說 那你們要怎樣 我們等一下就要到那個競技場喔 他們說我們可不可以 多在這裡拍幾張照片 我說好 沒關係 結果 我沒有誇獎 我們下午兩點半還在那邊拍照 他們當天 沒有看競技場 就直接走了 好可惜喔 那但是呢 女生的旅遊固然是好 可是如果只有幾個女生自己要出去的話 有沒有哪一些地方呢 是很危險的喔 你去的地方 你去的時候要小心啊 意大利有一個地方 你們一定想不到的 而且你們想不到它為什麼很危險 它就是 意大利的比薩清切塔 因為你會倒下來是不是 不是 不是 好 那我們現在那個 可是這個必去啊 必 而且這個拍照要拍很久 因為要一直要 對 一直要拍那個角度 對 要拍很久 但是我告訴你喔 如果你拍照 比較不會危險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如果你要拍那個角度的話 你必須要離那個塔遠一點 但是危險在如果你要上去 為什麼呢 因為最近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有很多人 他們為了自殺而專門上去 所以換句話說 動不動都會有人從上面掉下來 蛤 所以其實它基本上 第一 有很多小偷 但是這個我們都知道 我們這個不用多講 但是第二 就是應該沒有很多人想到的一件事 自殺 就是自殺率非常高 是不是因為它鞋不用跳 就直接掉下來 還是它是失足是不是 沒有啦 應該它變成一種就是浪漫的幻想 你知道嗎 就是我從比薩清切塔掉下去 有多浪漫的一種死亡之類的 對 我在這裡補一個就是說 因為很多人都會講說 你去義大利的話 除了要住小偷嘛對不對 然後剛剛他講說 譬如說自殺 我就要他講說 他跟台灣不太一樣 是他的路不平的 對 所以我的朋友呢 跟我們一起出去的時候 我其實沒有看到他怎麼被搶的 那個包包 就是放在斜 斜背包放在前面 他都斜背了 還會有事 對 他已經斜背 就是因為被扯 那你就想說頂多 就因為沒有放什麼錢了 我們都知道說要小心 所以他就被搶 我們想說那頂多就是被搶就算了 可是我們下一秒鐘 看到他是趴在地上 你要知道他那個地是不平的 很不平 對 我跟你講我們那整天的行程 都毀了 因為就去醫院 因為他封針 他整個實在都... 其實背包最好還是直背 因為拉就拉包包 那你斜背會整個人被脫 那腰包啊 沒有 我覺得腰包最安全 所以我覺得 有時候就是女生要小心就是說 除了那個背包的方向 你那個摔跤摔下去 可能也是會受傷 因為我們不進不平 我們還是古代的時候 對 一塊一塊這樣子 所以義大利很不適合推嬰兒車 對 是 其實義大利火車也最好 晚上不要坐 沒有坐什麼 義大利最... 你說晚上啦 我已經開車了 義大利火車站附近 晚上9點過後 是最最最危險的地方 那在晚上11點半過後 根本不能去 因為真的是會出了生命 我們要開玩笑 那我有很多亞洲朋友 他們到那個火... 我說火車站是大都市 比如說羅馬 布羅尼亞 米蘭這些 我有亞洲朋友 他們在那個火車站 是9點45就晚上嗎 他們要坐火車 他很渴嘛 所以要買醫療機 對 但是他做一件 義大利根本不能做的事 他逃出一張50歐 然後旁邊有幾個流浪漢 就在看他 所以其實他們心裡有點說 這個女兒是有錢嗎 但是他們什麼都沒做 錢真的不能漏白耶 是的 所以他其實身上 都要到那個零錢比較好 反正他買了之後呢 那個流浪漢開始跟著他 跟...跟...跟到那個月台去 然後呢我們要開玩笑 他拿出一把刀子 然後放在他的脖子這裡 然後他跟他說 他說你給我錢 那...我朋友其實還蠻白目的 他說我沒有請他 硬要跟他辯論或是交編 在這樣的狀況下 各位觀眾朋友 趕快把錢拿出去 因為命比較重要 他在那邊說啊我沒有... 那那個更神奇 他說我命剛剛看到你有50張 50歐 喔 對... 然後呢他說 喔好吧不好意思 他就拿40歐給他 蛤 那那個人...那個流浪漢更神奇 因為他說你看 很明顯剛剛你在騙我 你就是有錢 那你就是有更多 那你就是有更多 對 拿出更多 可是他那個時候真的沒有更多嘛 然後最荒謬的一件事 旁邊有很多義大利人 他們什麼都不做 假裝沒有看到 所以今天我要教大家一個字 非常有用的 就是...也很簡單 就是... Ajuto Ajuto 就是救命 拜託 拜託 對 就是救命的意思 Ajuto Ajuto 對...你說得非常好 我跟你講 如果義大利人聽到這個字呢 他們一定會幫忙 因為其實義大利人的英文非常浪 所以他們不是沒有心 他們是怕沒有辦法跟你溝通 所以如果你跟他們講這句話 至少...就算他們無法幫忙 他們還是會打電話給那個警察 Ajuto Ajuto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字 對 台灣還有哪裡跟國外很像 我們請就做個字版啦 嘿嘿 第一個 這是韋佳德的啦 對 他說泰魯閣 泰魯閣跟哪裡像就是大魯閣 什麼大魯閣 挪威 是 甲灣 我告訴我 挪威的哪裡 這一張照片 我覺得應該還滿明顯的 一個是泰魯閣 那一個是挪威 一個是用空拍嘛 一個就是用那個... 女友視角拍的 不是... 他應該有什麼好用的 不是...我告訴你 這個 是走路走到一個 沒辦法往下走的地方拍照 所以不是在空中拍的喔 不是空拍的 對 那我告訴你 就是這個就是泰魯閣 就是我的右手邊還滿明顯 因為當天拍照的時候有點陰天 可是我告訴你們 如果你們上谷歌圖片 你們打泰魯閣跟挪威 小王 你們會看到一些非常非常像的照片 因為我也有在做翻譯嘛 對不對 那... 有一次啊 我借了一個來自於挪威的旅行團 然後挪威人他們都很好相處 但是他們以自己的大自然風景為傲 他們就知道 世界是... 不...挪威是世界最美 確實如此 是滿美的啊 對 那個地方要走... 好像要走三四個鐘頭才能拍到 真的啊 對不對 對... 他要走四個鐘頭到了一個懸崖 對 來回好像是六個鐘頭 這個是挪威最有名的小王 叫做Troll Thornton這樣子 非常...非常有名的地方 對 不過... 那個時候我在想 唉唷 台灣很多美的地方沒錯 可是他們都一定會覺得 挪威比較漂亮 所以我就想了很久 然後我...我做了研究 你知道我發現一件事嗎 我發現說 蛤 對 後來他們慢慢地移開... 所以我為什麼要講這件事呢 會不會移得太開 太開了 差了十萬八千里 是 我們的那個大安森林公園 以前也是在美國那個 紐約中央公園 一個同一個地方 對 然後我們就分開了 對...幾百萬年前 OK... 所以大家都一家人啊 我為什麼好像認識呢 因為他們像 不是沒有原因的 他們原本是同一個地方 你沒有在開玩笑是不是 沒有啊 我...我真的有做功課嗎 他們... 幾百萬年前 他們真的是同一個地方 應該是... 應該是幾... 應該是幾... 不是幾百萬 搞不好是幾千萬幾億 對啊 應該很久了 我錯錯了嗎 對啊 幾百萬啊 幾百萬年 對... 那重點是什麼呢 重點是說 我帶你們去那邊 他們...他們自己親口跟我說 哇塞 真的好像挪威 怎麼會有人知道幾百萬年前 他們是一家人嗎 呃... 他們現在知道 因為我有跟他們講 可是他們原本不知道 他們說 哇...原來... 幾百萬年前 我們都很像 那些景點跟你們的家鄉很像啊 有嗎... 很多...到處都有 我要講的第一個就是 台南 台南 對...你知道嗎 我有一個義大利朋友 他是藝術家 他來台灣跟我說 他要看一些跟藝術有關的地方 我想了很久 然後我說 唉呦...帶點應該大家去哪兒才對 然後呢 我想到一個我自己以為是很好的地方 就是 台南的彩繪村 哦...台南彩繪村 對 因為我想說 欸...應該充滿著藝術的感覺 對不對 為什麼呢 因為塗牙 是不是小梁哥不喜歡這個地方 欸...我跟你說 你跟我的朋友是一樣的 因為他也非常不開心 是 是 對... 我很開心 沒有藝術系統 他是一個不開心的人 非常不開心 他非常...你知道我什麼嗎 因為他跟我說 你在幹什麼 我坐飛機坐18個小時 我一定要看一些充滿著中華風格 跟味道的東西 哦... 我幹嘛要看一個 跟... 米蘭街兔亞中心 一模一樣的地方 我...我兩張拿上來 跟你們看哦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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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是... 台南在我的右邊 一個是... 米蘭在我的左手邊 是不是很像 當然也許... 台南跟米蘭差很多 對啊 可是看起來好像是同一個里長在管的耶 對... 有像... 真的...你們覺得 反正都是... 都是塗牙中... 塗牙文化嘛對不對 可是呢... 我在想說 你們沒有看跟藝術有關的東西 我往往沒想到 我太好看了就是中華藝術 哦...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挺像 就是有哪一種 意大利小鎮 滿街藝術的感覺 哦... 台南的這個彩味 你怎麼... 一直聽到台南像米蘭耶 對啊... 我還真不知道這個地方耶 對... 我跟你說 她是一個十六歲的 當地女孩 她自己畫的 是不是非常有...非常厲害 很厲害耶 對...十六歲 就是唱庫在地用啦 對... 比如說像我們華山啊 松山煙場啊 對... 高雄的博爾特區啊 很多現在越來越像啊 現在有更...很多這種 但是我們除了大都市之外呢 一定要將大自然風景的地方 就是... 阿里山 像哪裡 阿里山像哪裡呢 阿里山就像意大利北部 阿爾皮山上的小鎮的 很多木屋 我跟你們看兩張照片 你們跟我說哪一個是意大利 哪一個是阿里山 好... 好...來 照片就是這樣子 一個是意大利北部 阿爾皮山上小鎮 另外一個是阿里山 布羅裡面的木屋 看得出來啊 因為店現在那個台灣有啊 其實覺得有點難分 真的 因為連樹的種類也都感覺好 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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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說樹不是重點 左邊是台灣嘛對不對 對... 阿里山 對... 你有沒有發現都是用木頭做的一些可愛的木屋 小屋 那其實馬丁那邊 瑞典也有很多 就是北歐也有很多這樣子 但是如果真的要拿意大利北部 你知道瑞士 對... 跟意大利的邊境 對... 有很多這樣子的地方 所以我第一次到阿里山 我還以為很貴嘛 因為你知道瑞士有多貴嗎 這種地方... 太貴了... 感覺越簡單越貴 但是... 阿里山我們打電話決定一個晚上 很漂亮的民宿 八百塊三個人 真的嗎 太貴了 對... 而且住三個人耶 對... 而且阿里山的空氣又好 沒錯 我是在二零八年... 你說民... 民宿只要八百塊三個人 對... 一整間 而且都是木頭的喔 而且裡面都沒有蟑螂 所以真的值得 那還有... 那有蟑螂的才四百吧 有蟑螂的半價啦 對... 看你要選哪一種 那個真的很便宜耶 好酷喔 便宜 這地方我們都還沒去過耶 哇... 說真的 韋傑德我想問你一件事情 你覺得淡水跟... 我真的講不出口 淡水跟瑞士像嗎 淡水跟瑞士 瑞士 瑞士 有一個地方很像 瑞士人在澳門嗎 瑞士... 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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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 你四個人淡水有一個地方很像 進廣告 沒有啦... 臭... 臭味 臭味很像 對... 失味...臭味 臭味... OK... 你知道這是誰講的嗎 誰... 吳子龍說的 他說什麼 他說淡水跟沐浴士很像 但是... 我跟你說其實... 我跟你說一件事 有些人說什麼話我們... 我們不要怪他們 這是好事 代表他們的想像力很豐富 對... 所以要罵罵吳子龍 對... 吳子龍粉絲專業在這裡 還有誰幾百萬年輕是一家人 大家講一講 意大利人跟台灣人就是... 原本都是... 意大利跟意大世界幾百萬年輕之連在一起 對不對 對 然後一起搶結帳 我現在講得很刻意喔 所以你們不要罵我喔 第一個共同點就是熱情 意大利人跟台灣歐巴桑一樣熱情 然後第二個點就是搶結帳 欸... 意大利也會搶啊 對... 但是有一個... 呃... 不太一樣的搶法 怎麼說呢 就是... 你們可不可以演一下給我看台灣 怎麼...怎麼搶結帳 你們兩個 你這個為難他了 因為他搶... 哈哈哈哈 他也為難他了 他也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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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了... 這次太久...太久不見了 該...該我了... 該我了... 真的我來了... 我來了... 這我地盤啊 這你來我家吃了 來了... 來了... 我來了... 好啦...你下次啦 我OK 就這樣... 對... 就這樣一直來了... 沒錯 這個就是重點 台灣怎麼知道 到底是誰要付錢 這個我還不知道 就是到最後發生什麼事 就是要搶啊 真的搶 對... 但是意大利很簡單 意大利一次... 二次到第三次 就是... 誰說第三次就是誰又付 你知道啊... 為家的我來付啦 我來... 還用我來啦 不行 我來... 我來啦 好吧 什麼好吧 不是... 應該是我剛才就要說 對... 那意思是 我們先假裝一下 要客氣 但是... 我們不要就是監視到底 不然的話會有... 其實... 所以開口的就是要先付 但是你要... 你要擋一次 他再說你再說 為家的我付啦 然後... 不行 沒有... 那你講... 我家的我付... 我家的我付啦 我來... 我就不講啦 沒有人敢講 第三次 誰要付 沒有... 我跟你說 我們會打電話給救護車 因為我以為你就瘋了 那救護車就來付錢是不是 沒有... 還是你要付錢嘛 對... 那我告訴你一件事 其實到最後如果真的堅持 通常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拿那個信用卡 然後我就寄給那個... 對... 對... 我就寄給他 我覺得義大利人呢 他跟我們南部的人很像 為什麼 因為我去義大利人家裡面 做客的時候 我發覺他們的媽媽都好熱情喔 而且他跟我們的那個台... 就是在我去南部 人家會... 就是請你吃飯到他們家一樣 就是說桌上都是滿滿的菜 而且呢就是隨時隨地 不管是不是吃飯的時間都可以吃 然後呢水果啊什麼的 然後他們就會一直讓你喝酒啊 然後吃東西啊 然後媽媽都會有私房菜 都會告訴你說 喔這個是我們家才有的拿手的菜 像我義大利的... 就是我雖然聽不太懂他講的話 可是他就會用那種很熱情的 一直叫你吃一直叫你吃 然後你吃完蛋 到那個地方 然後再給他 那杯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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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可憐